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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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音乐教育 它实际上是推动一个民族 向善向上 向智 它是巨大的推动力 我对于国图的印象 应该是快二十年了 那时候我还在读硕士研究生 然后来这儿查资料 当时都是卡片去查 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都是电子的 然后我来之前 我看了咱们 这个网站上除了写着 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外 还写着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 非常的符合现在的 这样一个定位 因为咱们那上面音乐资源 还可以链接到其他的这种 音乐的数据库 能听到很大量的音乐 这让我非常惊喜 而且其实作为图书馆 它是有收藏 然后整理研究和展示的 这样一个功能 举办这样的黑胶文化节 它是选取一个小的点 然后向大家 来系统化的展示黑胶文化 我觉得这是图书馆特别应该做的 而且黑胶近些年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做得特别好 这个文化节是推动 这个音乐社会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非常好 咱们国家图书馆这么好的平台 又有14亿的人口 咱们会有很好的施展的空间 这个艺术节办得好 让喜爱音乐的人 和没有喜爱音乐的人 他逐渐会认识到音乐的价值 音乐对生命的重要 咱们呢 利用图书 国家图书馆的这个高地 我们能够汇聚国内的 这方面教育资源 把这个资源都汇聚来 然后通过恰当的科学的手段 让更多的人接受咱们的音乐教育 书馆是一个这种开放的大学 尤其是 其实我从古老师身上看到 它是一个这种自主学习能力非常强 一辈子都在不断的终身学习的 这样一个人 所以其实图书馆提供给大家的是 这个可以上这儿来 遨游知识的海洋 包括我们这个声音的海洋 在这儿学到 找到自己想要的想听的东西 就是图书馆所能做的 而且是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开放的资源 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 那是真的是非常的高妙 而且我们的审美是 可以说在世界应该说是我们并不落后 我们有很高的境界 我们才可以 这叫什么 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 我们才可能被人家瞧得起 我们说的他都不懂了 对不对 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 民族音乐要想扭软目前这个局面 一定要在音乐文化上下功夫 这个才是拯救之策 生在中国美美与共 与我一同共赴国家图书馆 黑胶文化节 品鉴华美乐章 他奏向大美明月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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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